本文許是在昨天大約晚間10點40分左右 民眾報案說在我們轄內浮江間有遇到疑似槍聲 我們獲報之後 現場警網及分局的正常隊等幹部 立即到現場來查處 那在現場發現三枚遺留在地上 在浮江街上的路旁 有發現三枚到疑似槍的彈殼 那初步掉以下發現涉案的車輛總共有三部 我們本案立即組成和刑警大隊 專案組成專案小組 並向高雄地檢署申請相關的拘售票來查契 到今天 晚叉一指總共帶回三民涉嫌的男子 那取貨管制槍支一把 長槍一把 那全案依槍暴彈彈彈高雄地檢署條例 那還有三位最等罪嫌 以受避檢署來偵辦 那本案初步的調查 據我們初步的了解 是陳姓的犯嫌 因為一個出害偉哥的友人 進而與對照 黃姓的對照男子在臉書上互嗆 在昨天晚上相約在武甲地區要輸贏 在案發地點相遇之後 即開始追組 那其中一方有做相關的射擊 開槍的行為 我們全案相關的共犯 還有槍支的來源 我們會持續來 迫大來偵辦 市長 今天帶回三民是開槍的人 本案總共有對照兩照 那其中還有兩部車 其他共犯目前持續在追西郎中 他們在網路是為了什麼事情在罵 那其中一個對照的祖賢 叫陳姓的祖賢 那因為他一個友人 戳到偉哥的男子 因為和對照黃姓的祖賢 黃姓的犯嫌 平常因為是同學 小朋友看 他說從小他的朋友就是偉哥 遭受黃姓的犯嫌霸凌 他為了替他朋友偉哥出去了 所以要求黃姓在臉書上跟偉哥道歉 那對方覺得不寵 就進而互嗆 進而有相約書以為的狀況 好 好 好 謝謝